不过对于渔民来说 天气变冷了 反而是曼苗 丰收的好时机 大批回游的蛮鱼呢 这个蛮苗随着洋流 被带到了宜兰东港的 蓝阳西海口 渔民在岸边搭起了帐篷 从早抢收到晚 而这也使得蛮苗的价钱 每一位比去年多了12块 要下去了 穿着渔服装 手拿大型捕鱼网 寒流来袭的凌晨 渔民顾不了睡眠 全副武装 因为海里可是有好东西 站在冰冷的海里 随着海浪的节奏 左捞右捞 不一会的功夫 哇 很会跑的耶 华尔长在沙子底下 全是一条条晶莹剔透的小蛮苗 渔民的脸上秀嗨嗨多亏 这波入冬以来 最强的大陆冷气团南下 大批回游的蛮苗 也随着洋流带到 宜兰东港南阳西海口 今年多几座 一六座 今年蛮苗价格比往年还要好 渔民当然要多跑几趟才行 往年一尾30元的蛮苗 今年可以卖到42元 平均一尾就多赚12块 还有民众连夜特地从台东赶来 你们从哪里来的 台东啊 很冷啊 要怎么办呢 哎呦又冷耐啊 对这些靠天吃饭的渔民来说 天气越冷 带来的满苗越多 当然也就大丰收 中央新闻林医生高佩容宜兰采访报道